我們收到最新消息 這是國際意外來自日本福岡 世伯多區有一家醫院 在今天凌晨發生了火災 而根據日本警方表示 火警已經造成了10人死亡 死者包括了8名住院病人 跟2名院方人員 那麼更多詳細的狀況 我們也會持續的來帶你關注